在当初我们出台台湾居民居住证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对外说明 台湾居民居住证是帮助台湾同胞 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更加便利 享受同等待遇的身份证件 台湾同胞在大陆的纳税身份和义务 由大陆税务部门按照个人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息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与是否持有居住证没有关系 台湾同胞不会因为仅领了居住证 而改变他在大陆纳税的身份和纳税的义务 也不会因为他领了居住证 而在大陆富有全球纳税义务 所以这点必须说明 那么还需要说明的是 海协会和台湾海军会 2015年的8月25日签订了海峡两岸 避免双重征税及加强税务合作的协议 为的是减轻两岸经贸往来中 企业与个人的税收负担 但遗憾的是由于民进脑阻挠 这个协议迄今未能生效